你会买一个给我吗? 嗨,大家好 我要来开箱一下三个Chanel的小盒子 在这里 镜头先看吧 Appreciation 在21年就出过 然后现在是23年的一个返场 但是它就涨价了 这边有个小的这种拧扣 我很喜欢这个搭扣的设计 就很有仪式感 就每次穿鞋就这样拧一下 这个鞋面是漆皮加上推 很特别是它其实是有一些细闪的 就一下感觉奢华很多 但是这个不是很明显了 可能要在阳光下 或者特定的光线下才能看得清楚 之前有说过我不太喜欢漆皮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它做一个点缀的话 我还是可以接受 主要还是看这个整体的设计 根部跟这个扣有个呼应的金色的鞋根 我也觉得超级超级的美 这个鞋底是皮的 上脚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你不是要说你的心路历程吗 这双鞋为什么我思考了这么久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价格 因为它又涨价就更贵了嘛 然后Chanel真的现在涨价非常夸张 但是我又是真的很喜欢这双鞋 而且我觉得它如果再不停返场 它还是会不停涨价 反正最后就是纠结 还是决定去把它买了 下面是两个Chanel的墨镜 很久没有买过Chanel的墨镜了 但是今年它就突然非常击中我 第一件呢就是 Tao Shan的logo 这副眼镜我觉得它很90s 90年代的感觉 它logo虽然很淡 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极简设计 并不是说这边贴好多钻啊或者什么 比如说你在日本的中古店 就可能会看到的设计 是给我是这种感觉 形状也非常的好看 镜框其实是黑色的 配金色的logo 然后它镜片是棕色的 下一个它是一个更大的盒子 你看这个盒子都不一样 它是这样打开的 这个墨镜我们俩管它叫佛珠 也是我一个种草非常久 眼镜链 然后它是配戴上面的 我之前本来是小黑色 但是今天碰到这个深蓝色的 然后又觉得其实蓝色好像更特别 这一串珠子就是最吸引我的点 它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可以单独配戴 我看它可以当成一个项链这样去戴 刚才突然发现它其实还可以当妖脸 欢迎来到新的一天 我们今天专程出来拍照 就是我们今天的look 今天我们的look还是有些小搭配 我们上身都是走一个针织的路线 然后下面都是歪销的裤子 买到东西地铁卡也不要了 今天是美好的周六 我可以这样在街上闲逛也没什么事情 真的很开心 因为平时真的还蛮忙碌的 我们刚才去跟我们的模特朋友吃完饭 然后去安东尼亚的店里逛了一下 然后那个庭院现在正好就是赶上他们今晚会办秀 就是montclair和for real的联名系列的launch 然后更巧的是我们还在店里碰到了 就是之前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现在在那边工作 然后他说他今晚被邀请可以去看那个秀 然后他是for real的粉丝 所以他超开心 以及刚才我们在那边拍了照 然后我发现那两个模特朋友就超会摆 就他们一摆就是两三张就ok了 然后还对他进行了一些造型指导 嗨 大家好 我们搬进米兰新家已经一个半月了 然后我们家一直没有全身镜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出来逛一下米兰的家具街 然后这条街上有edra还有casina 家具集合店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就是意大利还有欧洲 非常有名的一些家具品牌 然后我们就想去逛一逛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看起来是不是十分的开阔 但是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他一直在修 就一直没修好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二三年之前来米兰的话 这个广场都是围起来的 然后现在还终于变这么开阔就非常不习惯 米兰有一条很有名的人品街 然后其实还有一条是很有名的家具街 这条街的名字叫viaduric sogo map找到这条街上基本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家具店 然后我们就顺着往前逛 所以第一家就是edra edra他的showroom在非常美丽的一个庭院里 然后那边上台阶就是他的店 因为这个院子很安静 不敢大蛇蛇 因为这个院子很安静 不敢大蛇蛇 这是那个黄金厕所 我们两年前也有来过 然后一个大叔给我介绍的 这个这个房间里面 马上课全部都是纯金 对它是真的黄金厕所 如果看见他的那些予料 他自己在這里 Praise Terra 是什么黄金厕所 我送她一张眼球 这是什么黄金厕所 这是真的黄金厕所 的最后是什么黄金厕所 它的布料感觉有些那种细闪 然后上面是绒绒的那种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参观一下你家吧 不然来到我家 自己唱 你是Henry喜欢的 我们现在带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家具集合店叫Savioni 然后它的每一层都是布置人家里的家里 每一层每一个家都不一样风格 我记得这里面我见过那个我喜欢的镜子 我看今天还有没有 它这里面好像镜子挺多品类挺多 因为我刚才在来不逛前两个店都没看到镜子呀 刚刚在Edra有见过这个椅子 我喜欢的灯 这一户是双客丁 这一组我很喜欢 gooby的意思 你会买一个给我吗 这边的家具店就有一个超级美 而且没有人跟着你就很好 可以自己乱过 我觉得厕所这个圆的镜子好看 刚刚在一起 终于逛了四家店有一个镜子了 这镜子我觉得还不错 这边的镜子就有一个镜子 我们今天逛完了四家家具店 然后我们是逛得很认真 现在已经累得不行了 然后我还要准备去吃个日料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